大家好,我是讯为的老徐 在本章节内容给大家讲解一下音频芯片 在安卓手机主板里面,如何快速能找出来 首先安卓手机里面有三大平台 这三大平台里面有不同的大音频 那么这个音频IDL,它要熟唱为主音频、大音频 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负责麦克风以及听筒的信号 比如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说话传输给对方 有麦克风收集会通过音频处理招再传输给对方 我们听到的听筒信号 那么它也是要音频处理招去驱动这个听筒 发出声音最后我们才能听到 所以在我们维修的过程当中出现无声话 听筒无声的这种我们就要注意 这个音频IC大音频有没有损坏 要检查它的工作条件 所以修的词会导致无声话 听筒无声的故障 我们如何能快速的去找到这个音频IC 它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要按不同的平台 首先第一个是海市平台 就是华为系列的机器 海市平台里面呢 第一种是它一个独立的音频IC 这个音频IC带音频 目前比较常见的常用的是 HI6403和HI6405 这两款是华为的机器里面使用量呢 最高的这两款芯片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看芯片表面的型号 去判断它是否是音频芯片 看上这个图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通过看它表面的芯片 在表面芯片这个位置 会发现一个芯片型号 是HI6403的芯片 同时这个HI6403的芯片 不管它在什么机器 什么机型华为的啊 这里面都会有两个大电感在旁边 这两个大电感 它是音频IC内部的Buck供电的 所以HI6403就是其中的一个 再看上一个图 这个图我们看一下 从表面的芯片型号 很明显看见这个位置 有个HI6405 看芯片的表面型号 这HI6405 它同时在旁边这里会有一个大电感 它会比6403少一个 这一个是第二种音频IC 在海市的平台里面 所以这两个是非常明确 能找出来的 通过看表面的型号 不需要看其他 因为它就定时了用作两种的最多 有没有特殊呢 有 在华为的机器里面有一种特殊的 像这种绿色的版 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 是用在荣耀式列的机器 这个绿色的版呢 它用了一种电源 这个电源 这个叫大电源是HI6555 这个电源 而我手上这个HI655V300 就是V3的电源 这个大电源里面 凡是用了它 它里面的功能非常强大 它的大音频跟小音频 全部在这个大电源里面 所以说在海市平台里面有三种音频IC 第一种 HI6403 第二种 HI6405 第三种 是在电源里面 HI6555 就三种 通过表面型号去看了 我们再看一下沟通平台 小龙四列是吧 有小龙600 700 800 这些用在小米啊 Oper啊 微博的机器里面 非常多 它用的时候呢 在沟通平台里面用的音频IC 第一种情况是独立的音频IC 叫WCD式列 WCD式列 比如WCD9370 WCD9385 当然有很多 我只做了 切的两个凸出来 你只要看那个芯片的表面上面写个WCD的 那就属于大音频 你看上我们这个版 这应该是小米的一个版 在我们看整个版表面的IC的时候 会在这个位置 看见WCD的芯片沟通WCD 那除了看表面型号之外 它有点什么区别呢 它在这个音频 大音频的边上会有几个这种黑色的电感 这种电感没有华为那么大 但是它也是黑色的 这样WCD3940 这是一个沟通平台里面的版 所以看沟通平台的版 首先看WCD开头的芯片 有没有WCD开头的芯片 如果说它没有WCD开头的芯片 那么大音频在什么位置呢 现在走去的什么PM660 PM670 这些平台里面就出现非常多的一种情况 大音频有两种位置 第一用独立的WCD系列芯片 第二是直藏在小电源里面沟通的两种 那我们再看上联发科的 联发科的平台 基本上你不用看它外表的芯片 因为联发科的平台 电源的功能非常强的 在实际的使用和维修当中 联发科的平台 它都是由大电源内部磁藏音频 所以当出现无数化 心通无伤的固定现象 我们维修方向就是大电源 它目前还很少出现第三第二种情况 所以都是在大电源里面 OK 我们在多杰介绍了海市平台的 然后呢 高通平台的 以及两八个平台 三个平台的音频IC 一般常见的位置 然后方便大家以后维修的时候 能快速准确的判断的故障的方向 与哪些芯片相关 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请关注我们